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是那仙鼠已经被揍得差不多了 我整个人神情扭曲猙獰 手里拿着顾文敏沉甸甸的相机 不断地往仙鼠嘴上面砸 那仙鼠一身皮毛围装到了脚底 可惜护不住鼻子和嘴巴 在我疯狂之下 将那仙鼠的嘴巴砸得裂成两半了 而随着仙鼠的倒地 洞里的蝙蝠顿时骚乱起来 不等我弄清楚具体情况 那些东西已经震动肉翅翅膀 这次却湿打湿地朝我们咬 那蝙蝠数量众多 几乎瞬间我们被咬了好几口 情急之下也只能甩动背包 尽量将蝙蝠裙挡开 一路血淋淋地就冲到洞口 此刻外面已是天亮了 洞口处渗透进来明亮的日光 已冲到洞口之后 洞内的东西便停止了坠气了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 虽然没有经历什么伤筋动骨的致命伤 但是浑身血淋淋的 在晨光中显得有些触目惊险呢 我不由得安清 若当时我在那幻觉之中 再多留连即刻 恐怕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堆被粉食的骨肉了 古人说 仙属嘴里又可以让人进入仙境的入梦寒仙丹 现在看来却是一种让人陷入幻觉的气味 心底越是有什么遗憾和追求 就会在幻觉中得到满足 我见到了爷爷 豆腐见到了他爸 顾文敏呢 为什么他进入幻觉之后 是朝我开枪呢 此时我们三人结后余生 也有些筋疲离尽 虽然我心中疑惑 现在却也不是开口明问的事情 当即便说 有情无险好在保住一条命 林胖子那两人太阴毒了 这件事情我原本不想管 现在是非管不可了 这话我是特意说给顾文敏听的 他自己在金脉隧道里也说了 看出我和豆腐不是单纯来旅游的 不管怎么说 盗墓挖蘑谷是个见不得人的勾当 若顾文敏是林胖子两人那样的心狠手辣 阴险狡诈之辈 那我也不怕被他发现 大不了事后杀人灭口 这黄山野岭下起手来可太方便了 豆腐下来说 我这个人手黑 这一点我承认 但手黑不代表狼心狗肺啊 顾文敏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目的 但绝对不是个坏人 若是让他知晓此事我该如何呢 难不成也杀了他灭口吗 这一点我虽然手黑 但是也自然是做不出来的 与其如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消他对我和豆腐的怀疑 我说完 豆腐也骂道 那人小美女看起来跟个天仙似的 但心肠就像毒蛇 张无忌他妈说的果然没错呀 漂亮的女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心说这岂不是将顾文敏也骂进去了 于是连忙说 灵魂的善恶和外貌是无关的 我们不要纠结于这个话题了 还是先离开这里 找个地方修整一下才是要事 当下我们三个顺着绳子下到谷底 寻了一处西溅水源处理伤口 这才松了口气 此刻我们三人坐在西溅边 正值上午九点多钟左右 是赶路的好时候 只可惜我们三人一夜奔波不眠 又受了一些皮肉伤 早已精疲力尽 也无法前行了 便随意吃了一些干粮 在西溅边沉沉地睡了一觉 这一觉睡得是天昏地暗 醒来的时候 正是下午三点钟左右 顾文敏比我们醒得都早 加了一堆篝火 也不知何事 在西溅中捉了两尾鱼 此刻正架在火上烤着 豆腐一醒来就有吃的 什么不爽的都忘到脑后了 对着顾文敏一通狂拍马屁 顾文敏被他拍得挺舒服的 将烤好的鱼先给了豆腐 这小子怕我跟他抢 拧着鱼找了一个远离我的位置 吃得瑟瑟有声啊 我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正打算教育一下豆腐 不能吃毒食 蒙一抬头 却发现顾文敏黑七七的眼珠子 直勾勾地盯着我 唇瓣抿得很紧 视线对视的刹那 他神情软化了一下 微微扬起唇角 心声说 现在能说说 你们建山 到底是干什么的吗 我早知他会有此疑问的 心中已然有了计较 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理由 如果我说 我们俩是进山挖人参的 你信吗 人参 顾文敏胸长的眉毛微微一挑 声音透着疑惑 说 来这儿挖人参 我也不求顾文敏能完全相信 只要能对付过去就行了 那时候半路上 再想个办法甩开他 拍拍屁股走人 最好不过 一边想 我一边说 我们俩就是倒腾野人参的 这东西暴力啊 挖个三五棵 就够我吃一年的了 现在物价上涨 不弄点外水 这生活可太艰难了 文敏呢 一看你就不是缺钱的主 但是咱们哥俩不一样 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三岁小儿 嗷嗷待哺 外加一个天天逛淘宝的败家娘们 不想办法捞钱 就要去大街上要饭了呀 顾文敏文言调了调眉 诧异地说 你有媳妇呢 我一愣 心说自己讲了这么一大串 他怎么就记住这个呀 不等我开口呢 顾文敏便摇里摇头 声音有些冷淡下来 缓声说道 挖人参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过你挖人参不去长白山跑这地方来 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我看他似乎有点心了 便立刻使劲吹 说 这你就不懂了 长白山是出展人参的宝地 但那地方 现在都会被深刻挖空了呀 早就难见人参的眼了 反倒是这些人际罕至的深山峡谷 最容易寻找 我来的时候啊 就听人说 这武陵山脉 乃是龙盘虎炬 灵气所中之地 宝山深处 山珍无数 你难道没有听说过 怒砸深神庙 老娘一命归天的故事吗 顾文敏摇里摇头 我见已经成功转移他的注意力 便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决心将他砍晕了 我这人平时虽然不多话 但是真正该说话的时候 能说到黄河断流 长江倒退 这都是走南闯北练出来的 要不是那个人啊 我还真是懒得开口 当即给他讲起了 怒砸深神庙的事 顾文敏很快被吸引过去 也全然忘了再问其他的 据说武陵山有很多山民 靠挖山珍为生 比如什么黑珍 蘑菇 人参 枝草一类东西 当地有一间深神庙 供奉的乃是一个 须发皆白的深翁 据说呢 这个深翁乃是称了精的老深 时常幻化成老者形态 在山间行走 老深心地善良 落在山中遇到什么深染病气之人 并会拔下自己几根头发送于那人 头发一拔下来 变化为深须 熬汤服用 百病全消 是以当地人修深神庙供奉 要进山挖山珍之前 或者家里有什么疾病的 都要去深庙去祭拜 十分的灵验 有个叫蒙解放的 是个不屑无数的混蛋 但对老娘却十分的孝顺 她娘得了重病 药食无数 蒙解放的就起了歪心思 心道人说吃了成经的身 能够增添福寿 与彭祖同寿 如今娘亲病重 我何不去将那老神抓来啊 这么一想 她便在神神庙中蹲守几日 一日夜半 裹见一个须发皆白 先锋道骨的老翁朝庙中醒来 老翁问她有什么请求 蒙解放就张口说了一句话 声音非常小 老神听得不分明 于是又上前一步 谁知对方的稻草下 居然全都是芝麻油 当地民间有说法 认为 凡是植物一类的精怪 都怕芝麻油 踩上去就会现出原形 那老神被稻草蒙蔽 一脚踩上去 煞食惨叫 化作一颗老山身 物资在地上挣扎不休 蒙解放立刻脱了衣服 裹了老山身 急匆匆地奔回家里 喜道 啊 这下子扭救了 咱们母子吃了老身肉 必然能学彭祖 活个七八百年 说吧 抖开衣服 准备吃身 结果一看 里面哪有什么人身呢 居然是一堆狗屎 蒙解放心之 被神经耍了 一怒之下 砸了神神苗 结果回到家时 却发现 老娘已经一命归天 脖子上呆着鱼痕 显然是被勒死的 再凑近脖子一闻 可以闻到 人身的气味 顾文敏听得津津有味 就说 这么说 是那老身经 将他母亲给勒死的 冤有头债有主 他怎么不找蒙解放 而是找他母亲报仇呢 我心说 这你就得去问 那个老妖精了 嘴上却说 养不叫 父之国 蒙解放 父亲早年死了 这账当然得算在 他母亲头上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交好 否则惹了祸 还要连累父母的 这凡事有老身经的地方 必然出人身 这个蒙解放的故事 姑且不论真假 但是 那神神庙 却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啊 来这里玩人身 肯定错不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